好 谢谢各位练习的官员的发言完毕 我想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五号朝有协商院长韩国瑜 一宣布休息十分钟 立院直播虽然没声音 但现场其实超火爆 你凭什么指责我讲这些话 现在是怎么样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 先是叫骂农业部长陈俊记 认为发言冗长没重点 浪费大家时间 一旁立委跳出来帮回嘴 立法院长韩国瑜 都想向前缓和气氛 民进党的立委都要学做流氓 我不好意思啊 我才流氓 什么鬼靠啊 双方导火线就是蓝绿白 所有立委都在议场等表决 但卫福部长讲了五分多钟 农业部长也讲了六分钟 发言实在太久 还没有讲重点 就连保持中立的韩国瑜 都忍不住亏了几句 邱部长您这个施政报告 讲得非常好 重点是可不可以到零点九五 可能大家想听这个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进了很大点 但有没有把握到零零 总预算目前卡关最主要有三大点 进罚补偿 工粮收购 健保点值 据了解进罚补偿 双方较有共识 工粮健保人卡死 卓奎再约三党干部 赶在周五前再协商 曹野协商的主决议已经入了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 这是从过去王金平院长在那个时候 没有人会去推翻 曹野协商决议 我们常听到柯建民常常在嘴巴 说叫聘叫职 三党朝野协商白子黑字 而且都已经画鸭签了名 民进党可以翻脸不认账 那未来朝野协商的意义在哪里 虽说总预算复委已见曙光 但重大议案朝野仍有主张 难以认为坚持重编 仍然死守不退让 比的就是谁气场 第二集团 谢宏瑞 华春生 庄宇台北上不倒